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没问题 我叫曹秋霞 今年从事整理收纳行业是第五个年头 生完两个小朋友以后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 就是有一个整理收纳这个行业 18年底的时候就有去报名参加留存到的 这个职业整理课程 19年就拿到了上海这边的一个合伙人的身份 在这两年我们从服务的客户数量上看的话 是有大幅的提升的 年轻人也有 老年人也有 只要认可整理这个理念的 他都会成为我们的客户 我们家因为自己有小孩和小狗 然后家里有比较小 然后又比较乱 然后我这个收纳 我觉得是比较刚需的东西 所以说就我跟他们联系了 整理好的时候 一个是很干净 还有就是摆放的也是 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那种 就是原来整理还可以这样子整理的那种感觉 我们不是为了收纳而去收纳 最后整理收纳 它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可以很方便地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还能够很快速地把它放回去 其实希望客户通过我们的这个影响 他可以去自己整理一些自己的东西 通过整理收纳 其实我们是有走进很多人的家里 一个家里它的环境好了 有秩序了 的确会给很多家里带来幸福感的一个提升